來 我們待會兒看一個 來 好 玻璃心 輕易放棄 又輸不起 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真的比較會容易有 就是比較輸不起的那種 就不像我們以前很衝 什麼就是 什麼都會想贏 那玻璃心這一點就是 我覺得我家的小孩比較 大寶比較有一點嚴重 都是偏就是比較溫的 溫一點的 所以他很多其實是不太敢 像比較刺激的東西 他都不太敢玩 但是他又不想 說出來 自尊心強 妳交飛車不坐 對 所以就像前一陣子 咖啡杯不轉 就是盡量不要轉太快 對 就像我前一陣子 就帶我家的小孩去樂高樂園 但他一進去以後 臉色突然垮下來 變超臭的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看起來心情不好 但你怎麼問他 你就說怎麼了 你看起來不開心 沒有啊 我說你不是最喜歡樂高啊 嗯 喜歡啊 我想說就是會讓媽媽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很開心的帶你去 怎麼 為什麼你現在這個情緒 但是怎麼問也問不出來 後來到 其實到很後面我才發現 原來是因為他看到 裡面的那些遊樂設施 他其實心裡是恐懼的 但他不想講 然後旁邊又有其他 跟他同年 就我們朋友的孩子 女生 很想要衝上去玩 然後他就會說 一起去啊 然後我兒子就說 嗯 好啊 可以啊 但是他不 很冷靜 對 他說可以啊 但是他其實心裡很害怕 然後就會讓媽媽覺得說 這時候就是好難喔 就是他們那個心是 妳很難猜 對 妳很難解讀 妳又不能跟他 太直接的桌破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媽媽有時候在 就是這個階段的孩子 會有一點覺得 我好 每天都在跟你這種動頭腦 要想怎麼跟你相處 你只能到青少年 對 又有更多了 而且尤其輸不起這個也是 就是每次 像玩遊戲啊 小時候輸了會怎麼樣 再來啊 再來一次啊 就是玩到贏為止 才要放人家回家 現在小孩子只要玩遊戲 像我們家很愛玩桌遊 只要一輸就說 那我不要玩了 這個遊戲不好玩 我不想玩 現在小孩很容易會這樣 然後妳就要 又要 就是開始安撫他 然後跟他講道理 跟他講說輸也沒關係 可是妳又不想讓他 因為妳就覺得怕他 就是讓到後來 他就會覺得 好像老大比較容易這樣子 對 老大會這樣 老大很容易 而且重點是 他不能輸弟弟 只要輸弟弟 然後完了 他覺得沒面子 對 可是弟弟一定作弊 那跟你玩 妳會讓他嗎 我當然不讓啊 不讓 我是完全都讓 改規則沒關係 可是你們家只有一個 對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啊 對 就是本來我剛才贏了 他說你輸了 我輸了 我們也是 剪刀之後布 把他出事了 他一直布 對 不行 因為家裡現在有另外兩個就會 就這樣 像一吵 把我已經動了 他就說 你這個作弊 作弊 然後就那個 作弊 沒有作弊 Ellen你的也是 有比較新 現在開始有啦 以前感覺還沒有 可是現在慢慢開始 比如說學校裡面很多這種 公主系列的東西 四歲嘛 每個小朋友都要買一些 那個 Frozen 對 Let it go 每天let it go 每天let it go 然後就是他 第一次讓我感覺說 他有這樣的需求了 就是到百貨 以前不會 以前都是我問他說 這個你想不想買 那我們看好喔 那你要我們想買喔 現在不是 現在是突然間 爸爸等一下 拉回來 爸爸我要這個 對 已經開始會指定了 我說 為什麼你會想要買這個東西呢 我說 因為我們剛看完這個 你喜歡的卡通嗎 他說不是 他說因為從 學校裡面誰誰誰有 這樣東西 他們就怕被落後 對 以前我們哪有這種事情 女生特別容易 非常非常 對啊 以前我們不會有這個事情 又沒得比較 因為大家都一樣窮 所以大家永遠都是拿那個竹筷子 在那邊做那個 橡皮筋 槍 對 然後有那個昂阿飄 那個就算比較富有 是 對 他有昂阿飄 我很快也就會有了 我們就會去X他的 OK 好 來 育兒路上還有遇到哪些問題呢 我們再來看看 沒有自己解決事情的能力 這也不要說小孩 很多大人也沒有 對 可是我覺得現在小孩是更嚴重 因為以前假設我們在學校交友有狀況的話 我們會自己想辦法解決 比如說今天 我如果覺得你們原本跟我玩在一起 但是你突然不跟我玩 我可能就會自己想說 那我去找別人嗎 或者是直接問 到底你們幹嘛不跟我玩什麼的 就不會回家說跟爸爸媽媽抱怨 可是因為我遇到這件事情是 原本我又跟我女兒他們說 你學校有狀況很嚴重的 你跟我講 那相關這種問題你就自己解決 不用煩我 可是呢 我遇到的是對方媽媽 一個月內打了四五通電話給我 就是她 直升機父母 對 她就是說 妳有沒有聽說那個 妳女兒他們原本四個人玩在一起 但他們這一次怎麼突然三個玩在一起 我女兒回來說 他們三個好像有排擠她 妳要不要問一下妳女兒發生什麼事 我就好 跟她聊了一下 聊半個小時 掛上電話 我就問我女兒 我就說 發生什麼事情 妳有欺負人家嗎 她說 她說我沒有欺負人家媽咪 妳不要冤枉我 妳問都沒有問妳就誤會我 是對方那個女生 自己就是又找了別的一些小朋友 然後去排擠她們三個 那我後來我又要打電話 跟這個對方父母解釋這件事情 好啦 又過幾天 那一個媽媽又打電話來 她說 但我最近聽說的又不是這樣 感覺是 直接這樣子講 就開始在講我女兒 那我也覺得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再問 我就一定會再問更清楚 又問了我女兒 可是因為 大的現在已經是11歲了 他11歲他就會覺得 媽咪 為什麼妳要相信外面的人 我講的話 為什麼妳都不相信 妳不挺他 然後我就也得跟她解釋 因為對方的父母 媽媽打電話來 你知道這一通一個月內 打到第五通的時候 我受不了了耶 我跟對方那個家長 我又說 媽媽媽 我說 妳要不要讓小孩 自己去解決這一件事情 妳是沒有朋友是不是 我說孩子 他們現在都已經四年級 都要五年級了 他們自己有解決能力的那種方法 那妳又不放手 妳每天這樣來煩我 我有工作要顧 我有家庭要顧 我有自己的社交圈 對啊 對 然後她媽媽就也覺得 原來妳是這樣想的 就那種感覺又覺得說 原來妳們家的教養是這樣子 就是妳知道 就有太多媽媽他們 對啊 聖哥原來是 管小孩的 對 沒錯 所以好難喔 我學得好笑 對不對 妳怎麼那麼會學 因為我也是過來人 妳怎麼好像就是那個媽媽一樣 對 就是小孩現在一點自己解決 事情能力完全沒有 有任何大事 小事交友的事 一定都回去找媽媽 那從來以後呢 那個媽媽就不打電話給妳了 我都講成這樣了 她還打 對啊 不能打了 再打就封鎖 對啊 再打就死都不接好不好 不要接 OK OK 好 來 不順他們的意就鬧事 像呢 我就是覺得小孩呢 現在呢 我就很重視說 妳一定要自己解決問題 對 因為我覺得妳書念多少沒有關係 但是妳以後遇到問題 也沒問題 但是妳不會解決就完蛋了 對 現在暑假嘛 那就是兒子的鋼琴課 現在就掉在可能不是以前上課的時間 然後要上課前一天 我跟他說妳明天有鋼琴課 他說幾點 我說五點 他說我那時候要去打寶可夢 什麼八週年限定版 那很重要的樣子 真的嗎 聽起來 他平常非常的宅 但是呢 只要哪裡有什麼道館可以打 他馬上咻就跑出去 然後那一天就跟我說 這個非常的重要 我說好 妳跟老師喬好就好了 我沒有意見 結果後來他就說 我今天想睡覺 明天再打 我說明天就要上課了 妳不要臨時跟人家改 他說不會 明天早上要跟老師說 到了五點要出門 四點的時候 五點要去打道館的時候 他突然想起他要上鋼琴課 開始打電話給老師說 老師可不可以玩一個小時上課 結果後來老師就說 我說我已經叫妳解決了 妳就不願意去面對 臨時妳怎麼可以跟老師改時間 人家來一趟一路也很遠啊 結果後來 他就在那邊 關著房間鎖起來 我怎麼敲門他都不開 就在那邊開始 發脾氣了 然後後來就在那邊垂牆壁你知道嗎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EQ還滿好的孩子 可能寶可夢八周年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我聽起來真的滿重要 青少年會有這種情趣 波動 對 這個很奇怪 這麼嚴重 後來我就不想 就不想看他 我就想說反正鋼琴老師來了 去面對上課吧 然後我就離開了 結果後來回來的時候 看他已經 好了在上課 後來事後的時候我才知道 我兒子就是 頭流血 他去撞牆壁 老師跟我說 他在房間裡面 十分鐘都沒有出來 就在裡面 噴噴噴噴噴 不是在幹嘛 可能自殘 可能太生氣了 然後他就很 天啊 對啊 結果後來我也不知道他會這樣 因為從來沒有過 那他撞破頭了 老師還堅持要叫 沒有 對 老師有進來的話 對啊 你看那部景象 那個血一點一滴的滴 在白色的琴鍵上面 然後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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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對 像有些小朋友他不願意上 他還會說謊騙嗎 媽媽媽媽 我之前去那個家教 然後他們小朋友就是很不想上課 是你上家教還是你教 我上家教 我去教那個小朋友 你是家教老師 你教什麼 對對對 你教收音嗎 他那個是蹦頭 你教什麼 鋼琴 但是不是教 古典鋼琴嗎 流行鋼琴 流行鋼琴這樣子 然後那小朋友死活不想上課 然後有一次上完課 他自己去玩喔 然後撞到牆壁 然後就騙他媽媽說是我推他 然後他媽媽就把我給開除了 所以也是男孩嗎 男孩 對啊 誰啊 誰啊 因為人家都生兒子 我們不能這樣子講 太太是男孩 太太也是男孩 太太也是男孩 我要擔心了 很調皮嗎 現在 真的很調皮 而且他現在會 你有被他打過嗎 有 昨天 而且他一打我我就這樣 然後就把他這樣丟去那個沙發 然後爸爸就這樣 你不要這樣一抱自抱 不用那麼焦慮 其實相關的網路文章非常多 有的小孩 脾氣暴躁 動不動就生氣 那爸爸媽媽想說完蛋了 他又長大了 焦慮啊 對啊 而且媽媽特別會自責 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沒有把他交好 他們會再有一天一覺醒來 好了 沒錯 你就是要不離不棄的陪伴 對…就陪伴 我跟你講 所以後來現在主流的意見是說 小孩沒有問題 小孩的所有問題 爸媽的交易 有可能喔 爸媽自己有問題 才會搞得小孩有問題 有啊 有可能 爸媽自己做不好 所以小孩才會有這些問題 OK 好